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昕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微微卫视11月25号的教练对话节目 说起中国作家郑毅的人生经历 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 他当过多年的农民 煤矿工人 伐木工 木匠 他也是被当局追捕多年的逃亡者 几十年的流亡者和终身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的作家 他的足迹覆盖中国广阔深远的土地 他的写作更以史诗般的笔触描绘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苦难 与坚韧的生命力 在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 我们就和流亡作家郑毅先生对话 谈谈他极为丰富与续集化的人生经历 以及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与追求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郑毅先生 好 非常欢迎您 那么我们还是先从您的作品来谈起 那么我想首先谈到就是您早期的一个作品叫做《风》 那么我那个时候是个小孩子 当时看到您这个作品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是在中国这个《莲花花报》这个杂志上看到的 那么这个《风》被认为是文革以后描述文革血腥的第一部这个文学作品 我想问一下里面谈到这个武斗造成两个年轻人的这种死亡 那么这个武斗的经历 您自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亲身的经历 怎么影响您对于中国政治的一些看法 有些人因为我写武斗 写文革写的比较多 写武斗也写的比较多 所以有人就认为我参加了很多武斗 当然说起来我确实也参加了一些武斗 比如主要的问题是我是被武斗 被斗 对一开始的时候 文革大学们一开始 在我们学校里头 当时就被现在的红二代 就是当时的叫老红卫兵 三栋同学 几十个同学打了我一上午 差点没打死 那是第一次被武斗 然后后来当可以成立组织造反了什么的 那时候去参加了 应该说也是参加了武斗 当然我从来没拿起过武器去打人 写封 我确实跟我这个文革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你比如说我四川文革 四川文革五斗是非常著名的 而四川比较激烈的武斗是发生在宜兵 而我恰恰就参加了这个宜兵的武斗 我就对整个情况非常了解 因为当时一天晚上在成都 听见那个广播车里说 宜兵告急 什么赵文派被困在城里头 就剩下几座楼了什么之类的 就非常惨烈 就希望大家去支援 我当时是清华井冈山的 到成都来搞运动的 那么一批学生之一 所以我们就去了宜兵 去宜兵以后呢 当时那个场面是非常的 就非常特殊的 非常特殊的 这个城市呢 也实际上也是被舞斗 保守派把这个城市围困了 而就跟我一派的那个 赵文派在城里头被围困着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艰难 我进去以后呢 我们进去 我们几个同学进去以后呢 都分了任务了 我的任务呢 是到一个我都组织叫台工大队 这个台工大队是什么呢 台工大队就是在核 核潭里头的搬运工 我对文化大革命呢 很多理解 就是对底层的理解 我相信跟这段经历非常有关系 因为我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 去给人家讲的是 讲路线斗争 对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 台工们 这些搬运工们 他们对这东西根本就不感兴趣 他们实际上的出发点是 自己的切身的这种经历 他们是 就是台工是在 就在中国工人里头也是最底层的 我去的时候是夏天 那个台工我亲眼看见 那些台工们甚至 就这么大一块遮羞布 对 挂在腰上 自己有这方面的记忆 然后就是这样干活 这样下酒馆 这样去吃饭 所以他们对自己这种 在社会底层受歧视 被剥削的这种命运 他们心里头非常强烈的不满 所以他们是因为这个 起来舞动 起来的 比如我们曾经在一币城外 被一批农民包围 那批农民谈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比如学生造反 我们是受毛泽东的这个蛊惑 或者是怎么着 但是农民造反 我永远记得他们说的一句话 就是他们是为什么呢 他们在所谓的困难时期 就是大饥荒时期 他们每天的口粮只有三两七千五 对 所以这里头就是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说 这个底层的民众 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 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的 这种奋斗精神 它带着一种天然的正义 对 所以我不能认为 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 什么可以彻底否定的 一个绝对的灾难 这里头有人民反抗暴政的因素 所以我这个 我写的封 我这两个人物都不是负面人物 他们虽然发生那么激烈的冲突 武斗 流血牺牲什么之类的 他们背后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 对 说到您刚才提到农民 我想到您的另外一个代表作 也就是老景 那么这个老景里面 对农民的生活有非常深刻的刻画 而且尤其是他们那种 跟环境的那种抗争 还有那种非常坚韧的生命力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 在您的作品中 很多是贯穿着中国老百姓 最底层的农民 比如说他们的苦难 还有他们这种很强的这种生命力 您对于中国农村农民 这些底层农民的这个深刻的了解 尤其对他们这个苦难的了解 是从何而来 您的人生经历 相关的人生经历是怎么样的 很简单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插队生活 我插队六年 当时我们从北京出发到山西的路上 在火车上 然后已经有当地派来迎接我们的官员 地方官员 在火车上就分了组了 就大家自愿结合 因为王大革命分派 大家都不愉快 就找跟自己观点一致的什么的 自愿结合几十个人一组 几十个人一组 然后分到一个公社去 当时给我们这一组分的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不是最好的 但是是不错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作为 我们这三十个人的代表 就去找那个 来接待 来负责接待我们的那个官员 我就要求说 我说希望你把我们分到这个太古县最边缘 最艰苦的地方去 那个人听了一会儿就傻了 他认为我是在说反话呢 他一再给我解释 说你们这个地方如何如何 并不是最坏的什么的 我说我们真的是 所以他非常感动 后来就把我们就 把我们这三十个人就分到 太古县唯一的一个不通电的一个 就是一个公社里 那您在那待了六年时间 我在那待六年 我们去那以后呢 那个村真书 这个带着一辆马车来接我们九个同学 然后我们把 帮我们把行李装到马车上 然后就往前走 往山上走 走到了一条河边 他就说到了 然后我们大家就说 在哪呢这村 后来这村桌子指指 说你看那 在对面的那个三腰上 你认真看 能看出来 似乎有一个小村落 因为都是窑洞 土墙 没有房子 所以在这个小村里头呢 我们就过了六年 第一天 我们就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非常缺财 这个环境非常恶劣 所以我们就 第一天我们就借了工具 上山打财去 我们决心要 不要靠这个 别人给我们财 我们自己打财去 结果我们不懂 上了山以后 本来上山就比较晚 上山以后 等我们发现天要黑的时候 天迅速的就黑了 我们根本就下不来了 那么大的山 到处悬崖陡壁的 结果我们正是处在 一个很艰难的时候 人村里老乡们都拿着 提着风灯啊 什么之类的 成群阶队来接我们来了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村子里头 和农民在一起 这个一年四季的劳作 整整六年 最后走的时候 那个村里的老乡就跟我们说 说你们以后都是出去要当大官的 你们千万记住了 不能说我们这个三百斤口粮就够吃了 所以这个 留下很深 他的生活对我是一个 是一个 是我有一个根本的变化 从一个完全不了解社会的一个学生 开始结束了中国真实的情况 另外一个 你比如说这个 你刚才提到老景 就是我就想提到老景 就是说这些农村的生活 给你后来的文学生涯 显然有一种非常深的这个精神脉络 就是说你后来在作品里面 很多的是反映他们这种苦难 对 我后来就是一个写农民的作家 对 我从来没写过一篇 所谓的知情文学 为什么知情文学老是觉得自己受苦了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不一样 我们就即使是受苦 其实我们就几年嘛 而那些农民是世世代代 足足未备 对 在这样的这种艰难的环境的一种生活 所以我的同情 更多的是在农民那一方面 所以我经过差对生活以后 我自己给自己定位的 就是说我实际上是一个农民 也不是装的 是真的 也不是去采访 好 我想再接下看看您后来的人生经历 就是1989年的时候 这个对您的人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那么您当时其实已经是山西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 在中国的这个作家群里面 也是一个上升的新星 但是六四的发生的时候 您就一头扎进了这个 当时知识学生 知识民运的这个潮流当中 当时是什么 去使您作为一个作家 投身到这个当时的这个民主大潮里面 当然跟你说的这个 这种底层生活有关系 到那时候我成为作家的时候 已经有了十年的这种底层生活的经验了 六年的农民 四年的煤矿工人 对 但是不是煤矿工人 我们是建矿的 建矿 木工 建筑工人 所以我觉得就在心理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后来我当作家 当编辑 这样的话我的视野就更开阔了 所以实际上等我在六四的时候 1989年的时候 我对这个中共党史中的很多罪恶的东西 我已经了解的很多了 包括历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了解的比较多了 所以我对共产党实际上是比那些年轻人认识 要更多一些 所以本来在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一个怎么说 还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 我作为一个作家 在那不停地大声几呼 我们要求追求自由 追求民主 到青年们起来了 如果这时候我袖手不寒冠 我觉得我以后不能再写作了 道义上自己说不过去 就没脸了 你自己又瞧不起自己了 当然还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 就是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 就是我那时候 我和北明正好要去北京 去开几个会 结果去的那一天 正好火焰帮去世 火焰帮一去世 从第二天开始 大学就开始沸腾了 对 所以我呢 一边开着那会 一边在大学去看大字报 最后干脆会也不开了 就去看大字报 很快就投入了 我们就到六四以后 您当时是被中国当局通缉 那么您的妻子北明 是也是被逮捕入狱 那么您为了在中国大陆等待他 您自己又为了躲避当局的这个通缉 您在中国流亡了 逃亡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是好像是中国被通缉的人里面 逃亡时间最长的 但是您一直没有被当局逮捕到 那么在这个逃亡期间 您怎么谋生 而且最让我感到吃惊的 就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出卖你 这些保护过你的人 请您讲讲 当时这个经历有没有一些 比较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这个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北明不是因为我连累的 他是因为在天文广场上办报纸 在他的那个办报纸 那伙人里头就安插的 有共产党的线人 所以他很快就被逮捕了 而我是逮捕了很多人以后 就知道我是这个什么幕后策划者 但是出于我对共产党的这种认识 我知道这个当他们开枪杀人以后 他们一定要血腥报复 所以当时我只想我的问题严重 所以北明当时要就说一起走吧 后来我想这共产党现在已经疯了 这个我呢先两个人走目标比较大嘛 我先一个人走 找到一个可以安身之地 然后我再来想找朋友来接他 结果没想到他反而先被抓起来了 但我的这个经历呢 也就更复杂一些了 因为当时这个 当时这种恐怖是很难想象的 这几乎所有的城市 所有的火车站 全部都是带着这种清新式的 清新冲锋枪的这种军人 然后大街上到处都是这个 七八个人 七八个人的那种巡逻 所以那个气氛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在这种情况下 然后掩护我的朋友就说 这个还是到农村去找个地方 因为我过去一直当木匠 当乡村木匠 当流浪木匠 所以后来他们就帮我 找了一把破豹子 一张破具 我说够了 就这点东西就够了 然后到工具店去买了一些 什么豹刃啊 镯子啊 做布匠活的东西 对那些铁件 因为铁件我自己不能做 然后我就换了一身这个旧衣服 烂衣服 买了双布鞋 把这皮鞋就扔了 然后就到了一个乡村里头去 开始给人家干活 然后跟人解释 我是一个流浪木匠 我们老家被大水冲了 什么也没有了 找口饭吃 关键是找到第一家 第一家 我就跟这第一家人就说 我跟你白干 你只要管我吃饭 管我睡就行 我当时我只需要安全 最重要是安全 然后就在这个 在这一家里头 我给他做了许多家具 但是首先一个 首先一条 我必须得 要把全套工具都做出来 对 我说我的工具也没有了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全套的木工工具做出来 但所有的工具很新 我就木头好办 烧一烧啊 敲一敲啊 弄脏啊 所有的铁件工具 全都埋在地里头 有胶上醋 然后那个组家很奇怪 说你 你这什么意思 我想了半天 我说这个新工具啊 它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匠人之间的关系 不match 就是说 他不认识 对对对 先要建立一点默契 对 他变旧了 就好了 他听不明白 就糊里糊涂的 反正后来当我这个 把他这家的 活干完 手上 关键一个问题 手上的奖子全打起来了 因为多年不干活 手上奖子全打起来了 全套的工具 全都是旧的 所以我这个身份 我这个木匠身份就 建立起来 毫无疑问了 对 所以我就这样 我这个一个担子 一头是工具 一头是跟那个 彩金的农民那儿 要来的一个 破的棉花套子 这样我走边 天下没有人问我 那警察看见我 根本连理都不理 列车看见我 就拿脚踢的都是 老头起来 起来 所以这就是说 后来有的朋友说 说老郑 你这装的真相 我说我不是装的 我本来就是 一流浪木匠 我只不过回到 原来的身份而已 所以当时还有一个 为什么我这个 刘王做的比较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想这个 我是一写小说的 写小说就编故事 编人物 如果我编这些东西 表演这些东西 如果做的不好 让共产党抓住了 我认为对我的心理 是一重大打击 以后我就不能说 我自己是一个 很好的小说家了 但是当时还是有不少人 还是知道 您的真实的身份是吗 当然有 而且这个掩护我们的人 那是冒着非常大的 基本上都是我们 过去不认识的人 那个时候的人 第一 这是全国同仇敌感 他有一种民心 而那时代人品质 跟现在也不一样 只要听说 我们是从天文广场 而逃出来的 有时候一个家庭 从老人一到小孩 全都全力来掩护 冒很大的风险 所以这是非常令人感动 那个时间 那后来北明初遇出来 和您又是怎么会合的呢 您当时在流浪当中 那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 简单的说就是说 简单的说就是说 把他放了以后 警察就跟着他后的追踪 就想根据他来找到我 然后北明就很敏捷地 发现被人跟踪 隔着省 好几个省来追踪他 就是他第一次就失败了 然后第二次 是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 因为你要确定 他没被跟踪 这是非常费事的 所以每到一个城市 这些朋友们就安排 他的一些路线来观察 是不是确实没有被跟踪 所以费了很大的劲 最后才跟我会合 然后会合以后 掩护我的朋友说 说你还是一个作家 你不能老在那干活挣钱 所以我后来又开始 在他们的帮助下 开始恢复写作 北明也开始写他的书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逃亡期间 我们写了三本书 我写了一本 继续 我个人的精神的精神史 包括八九民运的 叫历史的一部分 那是八九年 当年年底写的 是最早的一部 还写了一本红色纪念碑 是我过去采访的资料 朋友们带来 就是关于文革中非常残忍的 广西人城的那个事件 北明写了一本他自己的 也写了一本他的 八九民运经历的一本书 我想六四确实是 从根本上改变了您的人生 如果没有六四 也没有后来的这些 政治上的波折 那么您可能在中国 已经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作家 跟现在很多作家一样 地位非常显赫 有很丰厚的收入 也有很广大的读者群 那么因为六四 您失去了这一切 现在到美国来 我就想问您 是不是曾经有一些 淡淡的懊悔呢 或者是说 有没有比如说 跟中国当局协商 能够回到中国去 有没有这方面的努力 我一点也不懊悔 这一秒钟的懊悔也没有 为什么这里头有一个 有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 作为一个作家 我想至少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个 一些操守 有自己的精神追求 这有一些东西是 有些底线是不可以预约的 他刚杀了人 我怎么能够就是说 和他妥协呢 我到海外以后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很多人觉得你这个很失落 其实我一点也不失落 因为我到海外以后 我获得一种 一种过去从来想象不到的自由 当然我除了这个人身自由以外 当然很重要一个是精神上的自由 所以这是我在大陆的那种环境 就就让他们有再多的读者 他们有再多的钱 有再高的名望 这东西是不可以交换的 所以我没有这种懊悔 我反而我觉得 我特别感谢共产党 如果要是不是他这样 把我逼到这条路上来 因为人不 谁也不 不会自动放弃自己 对 自动地放弃自己的前半身 然后重新开始 这一般很难做到 这就需要他帮助我一下 就把我干脆撵出来 当然 我当然很怀念自己的国家 你这个总是想 还有那么多亲人朋友 我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母亲去世 我母亲老母亲去世 当时我是绝对不能够 因为你知道这个 中共要求这个 只要回去的人 必须得低头认罪 低头认罪 对 但是我这个头不能低 为什么不能低呢 不是我的头有多么尊贵 而是说我觉得 在天文广场上 死去的那些人 我不能从背后 再给他一枪 我不能背叛他 所以您的母亲去世 你没有能够回去 对 我母亲去世 但是我母亲去世 这件事情 对我影响太大 我只有一个妈 我的妈也只能死一次 所以当时我准备 我甚至准备 就是共产党让我怎么认罪 我全认罪 我必须要回去 给我妈送终去 但是我母亲的一个电话 坚决地阻止我 她说你要是回来 我咽下这口气去 就是我母亲她的一生的苦难 所以她对共产党有着非常深的认识 她不相信她们任何一句话 实际上我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但是她怎么也 她绝对不相信共产党任何一句话 所以我母亲这么样的决绝 后来我就没有能回去 所以现在我母亲也去世了 我大哥也已经去世了 所以就这到中国的很多的朋友 文友啊农友啊工友啊 什么我的校长老师啊 那很多人都去世了 所以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该是最后是怎么回事 也许我回去 如果我回去 我想我设想过 我说我回去会干什么 我回去第一件事 就给所有这些人扫墓 对 就他们都已经死去了 就绝对没有想到 就是说这一出来就二十多年快 转眼就要再往再过几年 就三十年了 对 听到您说这些人事经理 也让我想到 其实您的经历 也代表很多中国人的 这个不幸的经历 我们就想 其实很多中国人 在上个世纪遭受的这个苦难 很多人说 不比比如说俄罗斯民族要少 但是呢 中国民族 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像 比如说索尔仁琴这样的一个 能够深刻描绘这个 中华民族这个苦难的作家 或者大作家 写出这种巨著 那么您对这种看法 您是怎么看的 当然索尔仁琴很太了不起了 就上个月 十月份我和北明还有几个朋友 王康什么的 我们一起开车去Vermont Vermont 对 它那个叫 那个城市叫 凯文迪士 是索尔仁琴在美国流亡 18年所居住的地方 我们实际上 他早已经回美国了 但是我们去那个地方 想看看他的故居 对 向他表达一点敬意 他已经去世了 当然到了那以后 那个当地的人都很保护他们 根本 根本不告诉你在 在什么地方 他的故居在什么地方 后来他们也是被我们感动了 所以他们只是开车 带我们路过 在前头 到了那个位置 在前头给我们闪一闪 闪一闪灯 但是作为 就是说 中国现在有不少的作家 在写技术文学 在揭露共产党的 这种残暴 这种没有人性上 其实已经出了 已经有不错的 一些作品 比如说反右啊 劳改啊 这些方面 文革方面 都有相当不错的作品 但是从 整体上说 要出一个 所有人力情 这不 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 所有人力情 它是许多条件 综合起来 它是历史造成的 加上它还有一点 所有人力情 有那样一种 很高贵的人格 这个对于中国作家 是挑战大了一点 比如中国作家 反对共产党 专制追求民主 自由 这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说 作为作家本人 它最高的要求 就是说 它对你人格 是有一个 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所以像 成为像 所有人力情 具有所有人力情 这样的一种人格 是非常艰难的 就是说 这样的一种大作家 不是学 就能学来的 它有许多条件 最后产生出来的 你比如说 整个俄罗斯作家的 那种宗教背景 这就不是我们说 补课 什么可以补上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不认为 很容易就能出现 这么一个伟大的作家 但是作为 它类似的工作 中国有很多 不错的作家在做 所以在这一点上 也又不至于 那么悲观 好的 谢谢郑益先生 接下来我们还要和 郑益先生探讨 他的流亡写作生涯 请你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